你怎么在我房间 回出去 林峰的废我八成是死在总督府了 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 林峰 林峰你在哪 林峰 你再给林峰一次机会 他一定能治好燕燕 林峰 你一定要把爷爷治好 你那个鸡血灵芝到底有没有用 放心吧 林峰给苏老爷子开的那些药方 我的丑大夫看 只要苏老爷子吃了那鸡血灵芝 他必死无疑 还是你聪明 这样我们就能嫁过林峰 讨厌他会看见的 一会儿林峰被巡论队抓走的时候 苏冰 你放心好了 要我已经准备好 不然他大概躺在床上等你的 姐今天都是我不好惹你生气 喝点水消消气 你今天怎么这么懂事啊 姐我错了嘛 以后你不能这样的 老爷子 武师傅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都是他自不量力 还想去对付那些大人物 简直就是去找死 是谁 你现在还不配知道啊 那你就等死吧 林峰 除了我 没人知道谁杀了你师傅 这个仇 我一定要报 搞爷子 搞爷子 你怎么了爸 爸 爸我就跟你说林峰是个骗子 那个订单也是他从赵公子手里抢来的 还神怡 那几个人恐怕也是演员吧 喂 让王队立马派人来 苏家这个废谷女婿 要害死苏老爷子 这个时候装起神医来了 我知道了 林峰 你是想找死吗 现在是治疗的最佳时期 你们要是动手 老爷子的死 不责 林峰 你敢这么羞辱老爷子 还把我赵家 给老爷子带来保养身体的鸡血灵质给逼了出来 你想杀了老爷子 我要是不动手 老爷子就被鸡血灵质给害死了 你放屁 鸡血灵质是大不要 怎么可能会害人 这里就只有你懂医术 我看 就是你想催先害死老爷子 林峰 老爷子要是有个什么意外 我们苏家跟你不死不休 我还没死啊 老爷子 爸 您终于醒了 多亏我们赵家的鸡血灵质 要不然 你就被林峰这个废物给害死了 我把你养在苏家三年 你竟敢谋害我 滚 你和苏冰都给我滚出苏家 爸 碧亚和林峰都结婚三年了 在咱们苏家有感情 林峰 你要把别墅和新车都卖了 我就让你留在苏家 你看怎么样 怎么样 绝对不可能 那是林峰的朋友送给他的 喂 林先生 总督大人危在旦夕 请您尽快来一趟 好 好 丁儿 这是我林峰祖传的玉佩 只要你戴上他 就等于我在你身边 我给你戴上吧 好 那我回家等你 装什么呀 一听到赔偿转身就要跑 你们两个谁都不许走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丁儿虽然已经嫁给了你 但是我留在苏家 住一晚上都不行吗 没事林峰 那我在这等你吧 我相信老爷子是你治好的 房子和车都是你的 不能给他们 你们要是敢欺负苏兵 我一定让你都付出代价 林沈医 这些药材随你使用 只要您能治得了总督大人的病 父亲 先带我去看看总督大人 您这边请 好 你说 林峰要是把总督大人的病真治好呢 咱们 苏伯夫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给总督大人看病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我可没听说有谁能让总督大人满意的 就是 如果他真的是神医的话 那爷爷的病要是那么久啊 好 苏伯夫 我们赵家的船就在这儿 上不上船就得看您的了 总督大人 林沈医到了 林沈医来了 见过总督大人 我跟你师父呀 也曾相识 可是这个老顽固 致死 也不愿意给我治病 我师父他 也是有苦衷的 还好 幸亏啊 找到了你的行踪 不然呀 大人 我先给您好好慢 好的 大人 您最多还有 十天的寿命 真的吗 不可能 总督大人功力深厚 这些年服用了那么多奇珍艺草 怎么可能只有十天的寿命 这些药物堵塞在阴脉里 不仅不会有好的效果 反而会加重病情 你说的没错 但你可有什么办法 我有 好 只要你能治好我多年的晚疾 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大人 我只能给您续两个月的寿命 治您这个病 需要香菲泪作为药业 那可是消失了几百年的神话 还需要东海金陵作为主要 看来我是没救了 香菲泪 唯我 没想到睡你这么麻烦 但是越麻烦我就是越想睡你 哈哈哈哈 小灶火 也会让你把嗓子喊破 这么珍贵的药材 你们拿来给我治病 这朵花就是师父生前给您准备的 师父他最尊重的就是您 他跟我说过 只不过他没能找到东海金陵的下落 只知道他在东海龙岛附近 那里毒舍众多 仗气横行 神医大人 我去 你不可 我万一有什么闪失 宫都的位置还等着你接任呢 大人 您从小把我带大 今天就是我报恩的时候 林神医 两个月 两个月之内 我一定带着东海金陵回来 总督大人 您保重 大人 接下来我会用七心针法 沾您的七个穴位 不紧您的心脏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内 您的状态可能会处于一种透支的状态 完全治好后 功力会更上一层楼 好 放轻松 即使失败了 我也不会怪你的 你怎么在我房间 回出去 林峰的废物八成是死在总督府了 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 林峰 林峰你在哪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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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